3 2 1 Let's go 冠冠很快乐 但是又很痛苦 真的很矛盾 期间 effects 高行 日髓 锅 切开 喝味 咯 om 嘴粉多 嗯 好开 好爽啊 你听说过一个48岁的喜上男老师 每天给女主播打伞 接起来都到了30万 可她连一个面都没有见到该女主播 最后她实在没有钱了 女主播就把她拉黑了 她于事十分绝望 丢下一个跟女主播年龄差不多的女儿 她最后选择了跳河 这样的悲剧 全国每天都在上映 为什么男人们会弱制到如死地步 两别人的面都没有见到 就会没命给别人打钱 就是因为贪射 轻敬害了自己 如果有30万不如时时价价找一个老婆 安安生生过一辈子的日子 国内找不到 到外国找 总能够找到一个的 什么网路呀 短视频平台呀 直播呀 女主播呀 都是汗血鱼戏来骗号色冠棍钱财的 比赌博更惨 你被他们坑了 骨头都没有一根吐出来的 什么美女主播呀 不是打了美元的手女装的 就是抠脚大汉半的 他们每天都对神香上万的四迷冠棍 说着要嫁给你们 你能相信吗 他们能够分身吗 记住 不贪财 不贪色 不心性 就没有所谓 被骗和伤害 好了继续来讲洪哥和我的故事 当洪哥也到了人道中年时 那时他发生了婚变 这对一个生活认真的人打击确实不小 但是他告诫自己要忍受孤独 要赚钱 要寻找新的生活 他那时作为一个生活无浊的单身汉 还要抚养一个小女儿 一边工作 一边照料年幼的女儿 其人生困难程度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 如他跟我讲过一个人生故事 他每天批改作业到午夜 孩子又不肯睡觉拼命吵闹 当他花不少时间 好容易把女儿哄睡着之后 回头一看还有一大桶衣服没洗 你说他有多崩溃 凌晨两点他还在卫生间一个人默默洗衣服 他那时边洗边哭 一个大老爷们带一个一岁多点的孩子 既要给他搞可口的营养饭菜 还要每天给他穿衣 洗澡 洗衣 还要教他吃饭 辅导他学东西 还要防止他去外面乱跑 怕出危险 不能让孩子离开身边片刻 十多年的青春年华 就全部耗费在了这个孩子身上 这确实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 特别是这孩子还特能吵闹 经常吵到深夜都不肯睡 所以第二天经常起不来 红哥说有一天他想让孩子多睡衣会 因为孩子前一晚睡得太晚 于是他第二天没有送他去幼儿园 自己悄悄起来去上课 但是孩子醒了 起来一看不见了爸爸 就哭着喊着跳下床 不顾一切跑去外面找爸爸 那时是冬天 孩子就只穿着单衣单裤 又是赤着脚 在外面 没见着爸爸 就哇哇大哭 爸爸在教学楼上 见到孩子在寒风中无助地大哭 那时 虽是男子和大丈夫的他 却再也忍俊不住 眼泪扑素而下 好在一个学校好心的宿管 阿姨看到了他 把他照管了起来 直到红哥下课领回了孩子 你说 作为一个离异又带孩子的中年男人 容易吗 他那时想的是不仅要找到自己人生之己 更要找到一个能接纳和容忍自己女儿的继母 这在国内几乎完全不可能了 因为国内男多女少 女的挑男人 男人没有挑女人的份 往往都是脱而带女的离异女人 对男方横挑鼻子竖挑眼的 红哥由此得出结论 自己这条件在国内想找好的合一的老婆 就想都别想了 而红哥也并不太想找国内的离异女人 不仅没感觉 更重要的是 离异女人内心复杂 心眼较多 如果又带孩 跟自己的孩子就更难融合 而外国女人 对国内离异带孩的中年男人 还是能够接受的 所以他才想到要出国去找 因为国外不仅能找到合一的 还能为自己孩子找到一个合一继母 照料孩子和家庭 可以说是一见多雕 只要自己努力 国外是完全有可能找到的 所以他的后来人生 真的发生了可喜的逆转 就是大家说的成功逆袭 他当时不仅想的是给自己找个好老婆 给孩子找个好继母 更想到要给自己今后事业和人生 也要找到出路 而现在他的一见多雕的梦想 也完全实现了 所以这就是红哥为什么说 自己晚年幸福的原因 红哥知道自己以后要找老婆 必然要花不少钱 于是他拼命工作赚钱 存钱 自己的工资除了给女儿 买必要的生活学习品外 他舍不得给自己买任何一样东西 有一次 他的接送孩子上学的宝贵山地车 被小偷偷了 这让红哥十分伤心 这不仅是他的唯一贵重财物 更重要的是 这是唯一承载他和孩子 很多欢乐的交通工具 他每天骑着他 接送孩子上学 放学 他和孩子在车上唱歌 沐浴着清爽的尘封 晚风 这是这对孤独妇女的全部物资 精神寄托 可一下就被可恶的小偷偷走了 为此红哥多少天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后来 他省吃俭用 几年下来存下一笔钱 他不想自己辛苦钱 扔进国内那些狮子大开口托尔代女 离异女的血盆大口中 毅然去到国外找到了自己称心如意的女人 回想过去走过的路 他说自己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人生短暂 到了这个时候了 人生不能再犯错误 因为错不起 我回想包括另一个地方 我想别打算 梦 如果真的走过去 还缨 独 bots 就能讲 不要动 Mickey 你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